法国民法典1803-1804年公布 总则 法律的公布效力及其适用 第一条 经国王公布的法律 在法国全境内有强行力 在王国各部分 自公布可为公众所窒息之时期 法律发生强行力 国王所为的公告 在首都市为于公布的次日为公众所窒息 其他各省于上述日期届满后 按首都与各省首府间的距离 每百公里增加一日 第二条 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 没有追溯力 第三条 有关警察与公共治安的法律 对于居住于法国境内的居民均有强行力 不动产 即使属于外国人所有 仍适用法国法律 关于个人身份与法律上能力的法律 适用于全体法国人 即使居住于国外时一同 第四条 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 或法律不明确 不完备 而拒绝受理者 得一 拒绝审判罪 追溯之 第五条 审判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 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 第六条 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 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 第一边 人 第一章 民事权利的享有及丧失 第一节 民事权利的享有 第七条 民事权利的行使 不以按照宪法取得并保持的公民资格为条件 第八条 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第九条 外国人在法国所生的子女 得于其成年后之一年内 请求取得法国人资格 但以符合下列条件为先 如该子女居住于法国时 生名其有在法国设立住所的意思 如居住于外国时 定立在法国设立住所的承认书 并于承认书做成后之一年内 在法国设立住所 第十条 所有法国人在外国所生的子女 一律为法国人 所有丧失法国人资格的法国人 在外国所生的子女 得按照第九条规定的方式 随时请求恢复法国人资格 第十一条 外国人 如其本国和法国定有条约 准许法国人在其国内 享有某些民事权利者 在法国亦得享有同样的民事权利 第十二条 外国妇女与法国人结婚者 依从其夫的地位 第十三条 外国人经政府许可 设立住所于法国者 在其继续居住期间 享有一切民事权利 第十四条 不居住于法国的外国人 曾在法国与法国人定立契约者 因此契约所生债务的旅行问题 得由法国法院受理 其曾在外国定约对法国人 富有债务者 亦得由法国法院受理 第十五条 法国人在外国定约所付的债务 即使对方为外国人的情形 得由法国法院受理 第十六条 一切诉讼除伤事外 由外国人为原告者 应提供支付诉讼费 及其诉讼所生损害赔偿的担保 但如在法国 占有不动产 足够保证此项支付者 不在此线 第二节 民事权利的丧失 第一目 因丧失法国人资格 而丧失民事权利 第十七条 法国人资格 因下列原因而丧失 一 入外国国籍者 二 未经国王准许 接受外国政府 所授予的公职者 三 在国外建立事业 无意反国者 第十八条 所有丧失法国人资格的法国人 取得国王的许可 重返法国 且声明其有意 在法国定居 并放弃一切与法国法律 相违反的特殊称号者 得请求恢复此种资格 第十九条 法国妇女与外国人结婚者 依从其夫的地位 如该妇女为寡妇 得要求恢复法国人资格 但以其居住于法国 或取得国王的准许 重返法国 并声明有意定居于法国者 为宪 第二十条 以第十条 第十八条 及第十九条 规定的情形 请求恢复法国人资格 仅于完成 各该条所定的条件后 使得主张此种资格 并使得行使其字时起 开始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法国人未经国王的许可 服予外国军队或参加 外国军事团体者 丧失法国人资格 前向之人 仅于取得国王准许后 使得重返法国 并须完成外国人成为公民的条件 使得恢复法国人资格 以上一切 对于刑法 就法国人过去或将来持有武器 反抗祖国所定的刑罚 不生影响 第二母 因法院判决而剥夺民事权利 第二十二条 受刑罚的宣告 其效果为剥夺受刑人 享有下属规定的民事权利者 发生民事死亡 第二十三条 受死刑宣告者 并发生民事死亡 第二十四条 其他终身身体型 仅法律定有民事死亡的效果者 发生民事死亡 第二十五条 民事死亡 使受刑人丧失 其对于全部财产的所有权 其财产继承 由其继承人的利益而开始 与其自然死亡 而并未立有遗嘱 因此遗产归属于继承人之情形相同 民事死亡人 不再继承任何财产 亦不能以此名义 移转其此后所取得的财产 民事死亡人 不能以生前赠予或遗嘱的方式 处分其财产的全部或遗布 除受抚养的原因外 亦不能以赠予或遗赠的名义 有所受领 民事死亡人 不能被指定为监护人 亦不能参与 有监护的行为 民事死亡人 不能为要事行为 或公证书的证人 亦不许为诉讼上的证人 民事死亡人 不能为诉讼上的原告或被告 仅得由受诉法院 所任命担任特别财产管理人 职务之人 以其自己的名义为之 民事死亡人 不能缔结产生任何民事效用的婚姻 民事死亡人 以前所缔结的婚姻 就一切民事效果说 视为消灭 其配偶 及其继承人 以其自然死亡开始的权利 与诉讼得互相行使之 第二十六条 几个宣告互有出入时 民事死亡 仅从真正的或假想的 行之执行日开始 第二十七条 在缺席宣告刑罚的情形 民事死亡仅自判决 仅假想的执行满五年时开始 且在此期间受受刑人 得自行道案 第二十八条 缺席受刑人 在五年内或弃至其道案 或在此期间内被捕为之 一律剥夺其民事权利的行使 其财产的管理与权利的行使 与不再认同 第二十九条 缺席受刑人 自执行之日起算 在五年内自动投案者 或在此期间内被扣押监禁时 判决在法律上当然消灭 被告重新占有其财产 并重新予以审理 如新判决处以同样刑罚或不同刑罚 并同时附带宣告明示死亡时 明示死亡自新判决执行之日起开始 第三十条 缺席受刑人 如在五年内既未投案 亦未被监禁 而经新判决赦免 或改处不附带宣告明示死亡的刑罚时 自被告重新投案之日起 完全恢复其明示权利 但第一判决自执行满五年时起 直至被告重新投案时旨 对于明示死亡所产生的效果 仍保持其效力 第三十一条 如缺席受刑人在五年恩惠期间死亡 未到即未到案 亦未被捕 视为其死亡时保有完全的权利 缺席判决在法律上当然消灭 但不影响明示部分的诉权 此项诉权得以明示程序 对受刑人之继承人提起之 第三十二条 在任何情形 刑罚因时效而消灭时 受刑人的明示权利 对将来仍不恢复 第三十三条 受刑人在明示死亡 纯序中取得 并于其自然死亡时 仍占有的财产 由国家按无人继承的权利 取得之 但国王得为受刑人的寡妇 子女或父母的利益 为适应人道主义的决定 第二章 身份证书 第一节总则 第三十四条 身份证书应记载做成的年月日时 以及其所有证书上涉及之人的姓名 年龄 职业 与住所 第三十五条 身份力不得在其做成的证书中 以注释或叙述插入当事人 应声名以外的事项 第三十六条 利害关系人 在无亲自出席义务的情形 得以特别委任书 或公正委任书 委托代理人出席 第三十七条 身份证书的证人 许至少年满二十一岁的男性 不问是否为亲属 并由利害关系人选择之 第三十八条 身份力对应出席的当事人 代理人及证人的宣读证书 前项方式的旅行应记载之 第三十九条 证书应由身份力 当事人及证人签名 或计当事人和证人不能签名的理由 第四十条 在各区乡 身份证书应当登录于一种或数种登记簿 此种登记簿应被正负本而分 第四十一条 登记簿应由第一审法院院长 或代理其职务的审判员 在首页或末页记名页数 并于每页上签名 第四十二条 证书应依次登录于登记簿 不许留有任何空业图改 或添注应按照证书本身同样方法签证之 不得为任何简略的记载 或任何日期不得以号码数字记载之 第四十三条 登记簿于每年终留由身份立节日记载 关于一个月内 以副本中的一份 宋存当地记录保存所 另一副本 宋存第一审法院书记课 第四十四条 天赋于身份证书的委任书 与其他文件 经提出人及身份立签名后 宋交保管副本登记部的第一审 法院书记课 一并保存 第四十五条 任何人得请求身份登记部保管人 交付登记部的解药 交付的解药 如与登记部相符合 并由第一审法院院长 或代行其职务的审判员认证后 在经过诉诉讼确认 登录系出于伪造前有证据例 交付日期应以文字记载之 第四十六条 登记部不存在或遗失时 其证明得以文件或证人为之 在婚姻出生死亡的事件 得以以故父母的登记部 及文件或证人证名字 第四十七条 一切在外国做成的法国人或外国人的身份证书 如系按照该国通常方式做成者有证据理 第四十八条 旅外法国人的身份证书 如今外交人员或领事人员 依法国法做成者一律有效 第四十九条 有关身份证书的记载 应记录已经登录的另一证书的备注栏内时 基于利害关系人的请求 由身份力记录现用的登记部 或已送存当地记录保存所的登记部 并由第一审法院书记员 记录送存书记课的登记部 为证重记 身份力应于三日内通知当地法院的王国初期检察官 请其查阅二份登记部的记载是否一致 第五十条 上述公务人员如违反前数条的规定时 应在第一审法院予以追溯 并处以不超过一百发廊的法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